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玉古瑶,一部古装奇幻爱情剧的魅力与挑战 玉古瑶是一部改编自苍越原著小说朱炎的古装奇幻爱情剧,由蒋家骏指导,肖战和任敏领衔主演。 该剧讲述了孤高清冷的空桑市紫石影,肖战士,和热情仗义的赤族郡主朱炎,任敏士,因一花之恩结下命结溯源,两人为了守护空桑王朝而共同成长的故事。 玉古瑶作为一部古装奇幻爱情剧,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魅力。 精彩的原著故事 朱炎是苍越的代表作之一,以架空的世界观和神话传说为背景,描绘了一段跨越生死、时空、种族、身份的虐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情节和细腻动人的情感,深受读者喜爱。 出色的演员阵容 肖战和任敏分别扮演石影和朱炎,两人都是当红的年轻演员,拥有广泛的人气和影响力。 肖战凭借陈琳令、斗罗大陆等作品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任敏则以长歌行、狼殿下等作品展现了自己的演技和魅力。 两人在玉古瑶中将权势一对师徒相恋,相守相离,相杀相生的悲欢离合。 精良的制作水准 玉古瑶有企鹅影视出品,蒋家俊担任导演,吴盈盈担任编剧,他们都是有着丰富经验和良好口碑的幕后团队。 该剧在拍摄过程中注重还原原著的氛围和细节,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创新和改编,力求打造一个精致唯美,神秘奇幻,感人至深的古装奇幻世界。 玉古瑶作为一部古装奇幻爱情剧,也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原著改编的难度 朱妍是一部长篇小说,涉及了许多复杂的人物关系,神话传说,历史背景等内容,要将其改编成电视剧并不容易。 如何在保留原著的精髓和风格的同时,又能适应电视剧的叙事节奏和观众的喜好,是玉古瑶改编团队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改编的太过于忠实,可能会导致剧情拖沓,细节冗余,人物单薄,如果改编的太过于随意,可能会导致剧情跳跃,细节失真,人物变形。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玉古瑶改编团队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的一个过程。 肖战精彩绽放,生活和专业或官方肯定。 记录正能量艺人,一起向阳而生。 目前艺人肖战的工作重心依然是在演员领域这一块,减少综艺节目的曝光量,回归演员本身,努力做自己热衷的事业。 虽然说观众朋友们对他都是非常想念的,但是还是会尊重他的每一部选择,最合适的时间相约就挺好的。 总之,演员肖战无时无刻都在散发他的魅力,精彩绽放,不管了生活还是专业,他都赢得了广大媒体官方的肯定和认可。 就拿北京文艺广播官方来说,同一个时间内,相继分享了肖战古装仪态,玉古瑶,和肖战曾经的公园里放风筝视频,可以说从专业演员到生活琐碎两个方面给观众朋友做了分享以及安利。 这应该是一个公众人物给观众朋友带来的影响吧,好好生活,努力工作,这两件平凡的每天日常,不少观众朋友还是没有好好的经营。 也许,观众朋友看到肖战后,应该会有所思吧,这应该就是追星的意义吧。 回归到有些观众朋友最想问的问题,为何喜欢上了肖战呢? 其实,每个人的点都有些不一样,但是自从遇见了他,了解他,从而喜欢上了他,我们都和他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这样就已经足够。 肖战,真诚犀利的娱乐新锐力量。 肖战在演艺圈的岂不可以说是相当迅速的。 自从2019年在热播剧《陈情令》中饰演魏无限一角以来,肖战就凭借着精湛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获得了观众们的认可。 他对角色的把握和表现力令人惊艳,无论是戏剧冲突还是情感表现,都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他的犀利一面。 此外,肖战还在多部影视作品中展现了不俗的演技,如《破冰行动》、《斗罗大陆》等,证明了自己在不同题材中的表现力。 肖战不仅在演艺圈表现出色,更是一位实力派歌手。 从《破风》、《光点》到《充满希望的痛苦》等作品,肖战的嗓音总是能触动人心。 他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展现了他音乐上的真诚和感性。 与此同时,肖战在音乐领域的探索也非常广泛,涉及流行、电子、民谣等多种风格,为乐迷们带来丰富的听觉享受。 肖战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称道。 他性格真诚,待人处事总是用心,面对粉丝和媒体也总是保持着一颗感恩的心。 在公开场合,肖战从不摆架子,与粉丝互动亲切、热情。 这种真诚的态度让他在粉丝中积累了极高的人气质。 肖战还热衷于参与公益活动,多次为慈善事业献出爱心,这也体现了他的感性一面。 肖战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他的勤奋和好学。 肖战在接受采访或参加节目时,常常表现出犀利的评论和观点。 他对自己和身边的事物有着独到的看法,这种犀利的思考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 同时,这也让观众和粉丝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多元化的肖战形象,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喜爱。 肖战在工作中展现出了很好的团队精神,他对合作伙伴充满敬意,善于与他们沟通交流。 这种团队精神使他在不断地与他人合作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也为他在娱乐圈中取得了更好的成绩。 肖战是一位具有犀利、感性、真诚特质的新锐艺人。 他在演艺和音乐领域的表现令人称赞,个人品质和人格魅力也备受好评。 肖战的成功源于他的勤奋、好学和团队精神,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还将为观众和粉丝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